我们来看第二个短片 回来之后接着聊 我不歧视任何行业 我觉得凭本事挣钱就好 但是唯独有一个工作的我不找 那就是干夜店的 因为我前男友就是在夜店工作 我们出了三年 我对他可好了 给他收拾屋子 给他洗衣服 还给他做饭 我还送给他一个5000块钱的戒指 甚至每个月的工资我还给他 但最后发现他出轨了 所以干夜店的 我绝对不着 我喜欢个高的 胖乎的 有肚子的 成熟的小伙 跟这样的小伙在一起 我会特别有安全感 我能接受和父母同住 父母都不容易 他们老了就得养活他们 我还有手艺 以后他们哪不舒服了 我还能伺候他们 二号 程远达 首先我要支持一下女嘉宾 虽然我没等 但是我想说 他这个直接是技师 技师是一个技字 它是个技术 其实咱们中国包括中医院 还是说黄帝内营 都有中医推拿的那个东西 它是很正规的一个东西 如果说你觉得这些东西 很不正经 那可能是你去的地方 或者你不正经 我是这么感觉的 其实我是支持 但我灭灯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我是坐夜店的 但是我希望女嘉宾不是说 你认识一个坐夜店是渣男 就所有坐夜店都是渣男 远达可以给他介绍一下 你在夜店做什么 我是酒吧的歌手 对 在酒吧做歌手 那你灭灯灭灶了 其实我挺喜欢会唱歌的男生的 那你说坐夜店 晚上正好我还是坐夜店 所以我没办法 而且我还挺喜欢 就是微胖点的 其实你挺苦的 你灭灯的 灭灶了 四号 静阳 我想问女嘉宾两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这个体型 你认为是微胖 还是就是符不符 你这个体型的标准 你还好吧 就是微胖不是太胖 还有一个就是 年龄上有特殊的要求吗 年龄上我喜欢 比自己大一点了 太小的我不喜欢 胖七多大 24 24 多少是大一点 6到8岁都可以 静阳多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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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线 但是在线里 好 好 好 静阳觉得胖七怎么样 挺好 挺实在的 而且还就是我想问你 对 想不想自己当个老板娘之类的 当老板娘 好像是每个女生的梦想 好 好 现在是第二个短片 只有四号金阳的灯亮着 那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挺好的 掌声有请 四号李静阳有请 全场 我第一次站在这儿 站在这个位置 要不要 我第一次站在这个位置 你现在什么感觉 好 你点儿懵 让我去吃口面包 哈哈哈 一起吃 哈哈哈 一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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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那儿 我去那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是一直坚持一个想法 就是我就是来找老板娘的 好 好 这个胖千儿有什么想法 如果要是牵手成功的话 可以跟着过去吗 你看事业也在那边 家也在那边 好 想请人家一中人 你要请一下一中人是吗 好吧 那胖千儿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但是我觉得金阳的面包 然后你捧在手上 你能感觉到这里边的分量和情意 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胖千儿上场的时候 选择的一种人是谁 一起来看 2号 程远达来 掌声有请 可以给你想问的问题吧 我想问一下你们对那个未来的规划吧 我还是倾向于做生意做买卖 短期之内反正就是能把买卖做好 把家稳定好 把老人照顾好 好 好 我的工作唱歌呢 就是我的热爱 是我人生当中的最爱 我也不会改变 然后我会 只要我能站在我上唱歌 我就会一直唱下去 接下来做出你的选择吧 5 4 3 2 1 走到你喜欢的男孩对面 好吗 大家一起来到手计时 5 4 3 2 1 我选择放弃吧 燕子姐 为什么呢 反正4号小伙伙也挺好的 然后我也希望你以后能找到那个 就是爱你的爱你父母 然后跟你好好在一起的女孩 我祝福你 然后那个2号呢 2号男嘉宾你怎么说呢 就是说第一 感觉吧 感觉挺好的 但是咱们挺不合适的感觉 所以如果放弃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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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结尾却剩了一样